哈囉 大家好 我是Mia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AMUS的氣墊 新款跟舊款哪裡不一樣 那因為我上一支AMUS的氣墊 我已經有分享過他們的 底妝跟氣墊了 那這支影片我就不再加入底妝的部分 但是我想說應該還是會有人很好奇他們新的氣墊 然後因為我有買 所以就是分享給你們 今天要來做一個他們的差異 首先能看到兩款的包裝完全不一樣 新款的素食氣墊增添了包裝的透明感 表面AMUS的凸面刻痕 新款的氣墊防曬係數降低 一樣維持在15克 鏡面這次標語強調了這款有機氣墊的精神 兩款的氣孔也完全不同 新的很明顯看到是硬式的海綿氣孔 上一款是比較少見的絲襪氣墊 那新款的海綿氣孔比較硬 然後比較難沾取粉體 那新款的粉體比較保濕 上一款就比較奶油霧面的質地 那顏色啊 我一樣都是挑01的顏色 但他們色號的名稱 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新款這次我會買是因為他們的氣墊是主打Vegan的氣墊 感覺品牌有再更明確的鎖定他們的目標客群 他們自己的品牌定位 那等一下我新的氣墊 我就是上在這一側 然後舊款的氣墊我就上在這一側 那我今天是任何的 防曬跟妝前 我都不上 我現在已經上完保養品了 然後我就會直接上氣墊 那我先講我是乾性肌膚 然後我有雀斑 這邊 然後跟最近有長生理痘 還蠻多的 上這邊 它有一個淡淡的香氣 然後我先上一層 先上在大面積 然後把它拍進去 但當初記得我喜歡這個氣墊 是因為它上起來 雖然是有光澤感 可是它不會很厚 跟讓你皮膚感覺好像上面有東西一樣 你不喜歡臉上有那種 感覺有東西在你臉上的話 這個我覺得已經算是偏 蠻輕的質地的 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不喜歡再上到第二層 因為那樣子 它持妝度不會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要遮瑕的部分 我還是會建議再用遮瑕膏 好 給你們看 給你們看 原本的 然後 這個是上完底妝 遮瑕度還是有 然後 它的光澤度非常漂亮 然後 痘痘 痘痘其實算有遮掉一點點 它的顏色又比較淡化 就沒有那麼紅 它雖然是01 然後我用我覺得 顏色我覺得還蠻自然的 然後用完一樣 我會 馬上在衛生紙上面 壓一下 把多餘的粉底液壓掉 好這一面我是上舊款的 然後這邊我就上新款的 我覺得它這個鏡子啊 用久了 它會 有一種 斷掉的感覺 就是 可能是它包裝的關係吧 就是你可以看到後面這邊是很 很細的一個 鎖 鎖在裡面 你一打開 可能哪一天你不小心 太用力它就直接 就斷掉的感覺 它新款的這個啊 它就是有氣墊孔的 跟剛剛的絲襪是不一樣的 然後它壓起來 比較硬 就是比較難沾 就是你要稍稍的壓一下 好我一樣就是 因為它這種不是束乾型的氣墊嘛 所以我一樣就是全臉 壓重之後 我再一次拍開 但如果是那種很快感型的 就不建議你這樣子做 其實看起來好像很好 就是皮膚很好的感覺 但它 怎麼講 我覺得它會比較有 浮在一層 在上面的感覺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比較像是你自己肌膚的 遮瑕度 但這邊比較像是 有一個粉感在上面 然後它進不去 那剛剛 我拍上去也是這樣 就是 它會 通常我們氣墊拍拍拍 它就是會全部融合在一起 然後剛剛拍出來的感覺是 你新的 新的 氣墊在拍上去 它的印子就是 一直疊疊疊 然後它不會 不會融合在一起 它就是會有那個 氣墊的印子在上面 所以就是它前一層的那個 其它的粉體 還沒有 不能說是吸收 但就是 應該說它的服貼度沒有那麼好 就是你可能沾上去之後 你要再用手 或者是你再用那個 海綿 再拍一下 它就會比較貼 遮瑕度我覺得 它這次的1號比較白 所以它遮瑕度 例如說一些痘痘 或是瑕疵 相對就不會那麼好 因為 瑕疵的部分當然就是要用 要比你的膚色還要再更深的顏色去遮瑕 所以當你的底妝比較白的時候 你的沙刺就會更明顯 但是顏色就是你的整體顏色 就是會比較 比較亮比較白 你可以看這邊就是會比較自然 然後這邊就是會比較亮 比較突出的感覺 但那是顏色的關係啦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那個 粉體的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它的妝效 舊款的1號顏色會 自然一點點 不能說它黃 可是它就是會比較自然 然後新款的呢 比較亮 然後比較白 新款的就是你單用氣墊的話 它就是會沒那麼 貼 它就是另外用海綿蛋或是用手 它才會比較服貼 其實 遮瑕度兩個是差不多的 新款就是 比較亮 然後它比較有光澤度 應該說保濕度應該也會比較好 然後舊款的呢 我覺得它 有暗的比較快一點點 我記得我夏天的時候啊 我很喜歡這個 就是舊的 因為它 上在臉上不會黏黏油油的 然後這一款好像是 我好像也是去年 去年拿到的 然後 我用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天氣蠻熱的嘛 然後用的時候 它會讓我覺得有一點點黏黏的 但現在用又不會 可能是因為現在是天氣冷 的關係 那我們來 遮瑕看看 它是兩頭的 一頭是遮瑕的顏色 一頭是打亮的 這個是遮瑕癡的 然後這個是打亮色 用一點點在眼下 塗到 我覺得它好用就是 它抹上去啊 然後用手 推 然後用手推 就會很浮貼 然後它也不會浮粉也不會乾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再用打亮的一頭 然後再用打亮的一頭 而且它拍一拍啊 它就會跟下面的底妝 黏在一起 就是它不會有一種 厚厚的感覺 然後打亮的顏色也是漂亮的 就是是有亞洲人那種象牙色 然後再用眼下的蜜粉 輕輕拍上去 眼下比較容易有粉痕的人 就是一定要在上蜜粉前再把粉痕推開 然後馬上 上蜜粉 然後眼下蜜粉我還蠻喜歡會上在 鼻翼除 眼下蜜的 然後嘴角 好 用PonyFat的蜜粉 這支刷子啊 它有兩個頭 這支非常好用 然後 其實會 我先用小的頭 去沾 然後我會先從邊邊那邊開始往上 因為這邊會沾到頭髮我覺得很煩 所以我一定會先上 然後再來就是我會保留這一塊 就是有光澤的地方 那個是要最後再上 然後再用剩下的魚粉 然後再用剩下的魚粉 輕輕的大概 輕輕的過過去這一塊就好了 你要保留這邊的光澤 這樣子 給你們看上蜜粉之後的 妝 大概是這樣子 好其實說真的 兩款的材質沒有非常大的差異 然後只有顏色跟 它的服貼度有差而已 色的話 一樣是白色系啊 一樣是01號色 但是如果是象牙色的話 我會選舊款的 但如果你本來就比較白 或是你喜歡比較白的底妝的話 就可以試試看這邊 而且我覺得這邊的光澤度會比較持久 這次冬天 比較下來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新款的 可是如果是夏天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 舊款的 所以你就是可以衡量一下 你的膚質 然後還有 你是現在要用的 還是你是夏天要用的 就是你到時候要買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覺得新款 就是素食的氣墊 它沒有那麼服貼 有可能是它的成分的原因 它沒有添加 所以 它的黏著度跟服貼度 就沒有那麼高 因為某些成分 所以它的底妝 就沒有那麼服貼 但是如果你是素食主義 它其實可以 就是讓你多一種選擇 然後你得到一個 又大又可愛的氣墊 這樣 其實我蠻意外的 因為我以為我上網 我會比較喜歡舊款的 因為我一直對新款的印象非常不好 因為就是那時候是夏天上 然後你就會覺得 臉很油膩 然後有個感覺在 我不喜歡 但是這次上網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新款的 不知道是不是 我最近臉比較乾 兩款我覺得 冬天可能還是這一款 會比較好 但如果是油性肌膚的話 我覺得 都還好 就是 這兩款可能油性肌膚 會不太適合 就變成是粉餅要上很多 這樣子 然後 他們的購買方式啊 他們的官網有直送台灣 然後它是他們自己的紙盒 跟 這樣子 跟他們的包裝 這樣 很可愛 然後 我跟我朋友一起買 然後我朋友是買二號的 我還沒給他 然後這是他的外包 新款的外包裝 是長這樣子 然後一樣也是有膚色印 然後 可能買了兩個氣墊 他們就送我 他們的jeans 但我還沒有用 因為我要看我朋友有沒有要用 你看 也是這種透明的感覺 超可愛 他是那種霧面透明的 很可愛 我覺得比正宣墨的好看 我真的拿到正宣墨 他就是那種 蠻專業方形的 桃紅色 然後我就覺得 好 然後這個 而且還有MUS的 Logo 我覺得 Q 然後我夏天黑一點 我就是會比較喜歡 這個因為比較自然 好啦 那就這樣啦 希望今天的影片 你們會喜歡 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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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